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李光珠在Running Man的最后一集 已经在5月24号录制完毕 李光珠的妈妈也特地送上定制气球 写道辛苦了儿子 谢谢与我们一起度过11年 为你之后的人生应援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黄金平衡的游戏环节里面 宋之校更直接表白了 姐姐很爱你 这里是黄金的 这就是黄金的 黄金的 黄金平衡的游戏环节 黄金的《光珠在高中的游戏环节声》 为了 断几秒的话外音 在这个时候播出也因息粉丝疯传 不舍陪伴大家多年的李光珠 就这样下车了 而最后一集也预计将在6月底播出 35岁的韩星李光珠 去年7月底才接受媒体专访表示 会一直做到runman停调为止 如今透过经纪公司发表声明 因为脚踝的旧伤关系 决定好好养伤忍痛退出 突然的消息震惊各界 李光珠也坦言 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但是为了今后活动上 能展现出更好的面貌 需要长时间的调整 突然这些决定的 突然这些决定 只可再加池 我贝震 身为元老级成员 11年来只有一次缺席录制 也就是2020年2月的一场车祸 造成右脚脚踝骨折住院开刀 但今夜的光珠只休息了短短两周 就组着拐杖出现在荧幕前 如今没有完全恢复的脚伤 成了李光珠下车的原因 消息一出也让不少粉丝心酸 因为身高超级高 有长颈鹿的绰号 和个性呆萌 不周周的宋志孝组成猛光姐弟 除了最新一期的片段 事实上宋志孝早就有一段真心告白 随着李光珠下车 重新再回顾一次 还是逼哭许多老粉 我那种感觉真的有很多 现在我的位置 真的我的位置 一直在那种感觉 我一直在那种感觉 时间是六年之后 我记得 好了 我们的领域 太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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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Rhodes 太纳了 太纳了 你希望你给人说 你让人的时候 叫你 那时候 你每天都在 他就对您的 他们都被承过 真的 要败来 他是很幸福的 我感到 你给他人说 你给他说 是对 我感到 我不想想想我 showed other suerte 就在那裡 我太能說 他這麼說 我真的想想說 什麼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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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什麼進去了 我看什麼進去了 所以...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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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Man節目組表示 成員、製作組和李光珠 已經退出節目 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 決定尊重李光珠的退出意願 不過日前 哈哈接受訪問時爆料 Running Man成員的身體 沒有一個是正常的 節目錄製 需要進行許多高強度的遊戲 其實成員們都有追尖盤突出 等健康問題 更加碼爆料 有一次錄影完 李光珠曾經痛到下不了床 最後是靠經紀人 以公主抱的方式 送去醫院治療 可見事發當下的嚴重性 對於未來的接棒人選 引起大家的好奇和討論 曾參與過Running Man的金之碩 和曾被網傳成為固定班底的江漢娜 因為配合度高又有笑點 被網友封傳時替補的人選 不過也有消息指出 對李光珠下車暫時不會補人 剩下的急速將會由其他成員完成錄製